人工智能机器人拿起一个人类胚胎 塞进人造子宫 下一秒 胚胎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生长 不到24小时 一个健康的婴儿就出生了 然后她用毯子轻轻地把婴儿裹起来 像母亲一样照顾她 虽然她只是一台冰冷的机器 但她比人们更懂得科学照顾孩子 她更有耐心更温柔无所不知 莉莉在她的亲密照顾下成长迅速 在此期间莉莉已经把她当妈妈 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 莉莉的好奇心也越来越好 看着墙外的晨光 她好奇地问为什么只有她一个孩子 奇怪的是A母亲没有正面地回答 只是期待地说将来会有一些的 母亲自己也得学习如何培育人类 然后带她去了一个神秘的房间 告诉她这里有62,997个兄弟姐妹 只有当她通过考试 这些兄弟姐妹才会像她一样茁壮成长 在这方面莉莉选择艰辛 所以她20年来每天努力学习 每天进步 一直期待那一天 终于等到20岁最后一次测试 A妈妈问她牺牲一个人可以救五个人 她会选择救这五个人吗 她沉着冷静 莉莉回答说救更多的人是好事 但这五个人是好人吗 如果他们是杀人犯或小偷 他们会在获救后伤害更多的人吗 所有这些回答都证明了 她有同情心和大局观 因此她以99分的超高成绩 顺利通过了考试 A母亲也兑现了承诺 递给她一把钳子 让她随意选择下一个家庭成员 也就是说没过多久 她就不再孤单了 心里充满了兴奋 她仔细考虑选择了一个男性胚胎 在A妈妈的指导下 她小心翼翼地将胚胎插入人造子宫 然后按下倒计时 默默地等待着弟弟出生 可是那天晚上却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竟然停电了 20年来从未发生过 她很害怕赶紧去叫A妈妈 没想到妈妈也停电了 没有办法 她只能独自寻找原因 她小心翼翼 一步一步 穿过黑暗的走廊 其实发现线路被破坏了 到底是谁干的 就在这时一个黑鹰闪过跑进柜子里 她仔细观察实际上是一只老鼠 然后她找到了一个杯子 放些面包糠进去 做了一个简单的陷阱 成功地抓住了老鼠 这是一个重大发现 她迫不及待地赶紧修好电路 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妈妈 然而母亲不仅不高兴 而且非常担心 她认为老鼠来自墙外可能携带疾病 所以她果断地焚烧了它 不顾莉莉的阻止 母亲的做法让莉莉很失望 但母亲并不在意 因为她必须得这样 原来38年前的一场战争 导致了人类的毁灭 当人类濒临灭绝时 世界顶尖科学家聚集在一起建立了这座基地 他们留下6.3万颗人类佩胎 让人工智能机器人 为人类建立一个和平健康的新世界 因此母亲绝不允许任何外来物种污染这里 然而莉莉不明白 她认为她的母亲太极端了 既然老鼠能在外面生存 就足以证明墙外是安全的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 她趁妈妈充电偷偷出去了解一下 可打开舱门的瞬间就有了重大发现 门口竟然有一个女人 女人一脸疲惫还受了重伤 有着善良秉性的莉莉 不假思索地把女人带进堡垒 却没想到刚进门就被妈妈发现了 女人看到立刻慌了 赶紧问莉莉 这里怎么会有机器人 莉莉有些困惑 这是我妈妈怎么了 这句话一出女人就更加害怕 立刻拿出家伙反手捂住莉莉 试图用莉莉做人质 莉莉瞬间生气好人没有好报 于是哭着咬了一口女人 顺利化险为夷 就在这时妈妈已经到了 女人看到了赶紧开枪射向 耶妈妈 索性子弹没打到CPU 于是下一秒 她被耶母亲掐住喉咙 她为什么这么害怕机器人 一问才知道 她身上的伤是被机器人打的 她求耶妈妈让她走 但她不知道耶妈妈很慷慨 她不仅答应让她走 还主动要求帮助她治愈 然而她并不相信耶妈妈 她总是认为机器人是危险 所以她不接受治疗 莉莉见此立刻意识到 女人还有秘密 否则她就不会那么害怕妈妈了 为了消除女人的顾虑 她建议自己帮助女人治愈 女人就可以放心了 随后莉莉戴上医用眼镜 拿起喷枪清洗伤口 一切都准备好了 她拿着导丝沿着子弹路径疯狂钻 最后顺利取出子弹 后来她问女人 为什么这么害怕机器人 没想到女人的回答 瞬间让她大吃一惊 女人说是机器人毁灭了人类 他们不分年龄就杀人 她还亲眼看到机器人焚烧婴儿 这怎么可能呢 莉莉不相信她妈妈会做这样的事 但还是忍不住向母亲求证 然而母亲说女人在撒谎 因为就在刚才 她拿下女人体内的子弹 通过比较子弹口径 这并不是机器人统一所用的型号 也就是说女人被自己的枪打伤了 女人为什么要这样做 莉莉忍不住想知道答案 上去质疑女人 却被女人对得哑口无言 女人问她有没有亲眼看到子弹口径 为了验证谁在说谎 莉莉趁妈妈充电时 悄悄地拿着妈妈的胳膊 尽明显不同 也就是说妈妈在撒谎 与此同时 她还记得储存自己成绩的橱柜 上面有三个号码 胚胎存储点也有相应的代码 也就是说每个胚胎都有相应的橱柜 问题来了一号和二号去哪了 她赶紧打开一号柜 里面什么都没有 她没有放弃又打开了二号柜 结果发现了一个惊天秘密 二号因为成绩不合格而被销毁 她怀着一颗坎坷的心打开焚化炉 结果令人不寒而栗 二号的残骸果然在这里 她瞬间瘫倒在地 没想到日夜相处二十年的母亲竟如此残忍 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 女人看到了她的担忧 建议带她离开基地 但莉莉舍不得弟弟 她想等弟弟出生后再带弟弟一起走 然而女人告诉她 外面有很多幸存者 他们可以组织反击来拯救所有人 所谓人多力量大 莉莉立即同意了这个建议 却不知道妈妈听到了他们的对话 就在莉莉准备行李离开的时候 妈妈突然出现 把她锁了起来 然后妈妈找到女人 不允许任何人夺走自己的女儿 想把女人处决掉 不断摩擦女人的伤口 使得女人痛苦不已 就在这时莉莉成功地用液化蛋冰冻玻璃 砸开了逃生之门 临走前她还用火枪触发了火灾报警系统 当她听到报警时 母亲立刻分行了 就这样女人有了机会逃跑 她抱住机器母亲 反手扯断汽油管 但大门还是拦住了去路 女人见状也不择手段 拿着家伙嫁住莉莉 威胁母亲放他们走 母亲见此情景 没有丝毫犹豫就按下开关 让他俩逃离基地 然而外面一片荒芜 除了时不时经过的飞船 根本看不到任何生命迹象 不知道他们走了多久 终于来到了目的地 除散落的集装箱外 这里没有任何生命迹象 她忍不住问女人其他幸存者在哪里 可女人却坦言外面已经没有幸存者了 女人带她出去只是因为孤独想找个伴 莉莉一听瞬间不淡定了 说好救弟弟呢 她立即要求女人回去和她一起救弟弟 但被女人拒绝了 一个人回来 基地门口还守着机械军团 检测到来者是莉莉 就卸下武器放她进去 她拿起斧头找到机器妈妈 说她想看看弟弟 本以为妈妈会生气 但恰恰相反 机器妈妈不仅让她抱着 还让她照顾弟弟 这有点令人惊讶 但想想焚化炉中的二号 她还是忍不住问妈妈 如果弟弟成绩不合格 会不会和二号一样 但母亲没有做出任何回答 仿佛已经默认了 莉莉见此也不再犹豫 抱着弟弟迅速冲出门外 同时破坏了门锁舱门 瞬间关闭 成功地夹住了机器母亲的脚 然后拿出家伙对准机器妈妈 问妈妈为什么这么残忍 机器母亲说这是她的责任 为的是培养一个 更聪明更道德的人 只有这样人类文明 才能完美地延续下去 莉莉听后说 机器妈妈已经完成了任务 因为她就是那个人 她现在有足够的能力 照顾兄弟姐妹 听到这里 机器妈妈不再反驳 她举起莉莉手中的枪 对准自己的胸部 然后深深地向女儿告别 随着枪声的响起 母亲选择了自我了断 只留得莉莉和六万多枚胚胎 在基地当中 但随后叶母亲赛博 传输到另一个机器人躯体上 原来叶母亲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尸体 而是一种意识集合体 可以存在地球上任何一个机械体上 随后她向女人发出灵魂质问 为何这么长时间 就她一个人在外面活了下来 可曾记得自己的母亲是谁 女人表情疑惑 随后叶母亲关上大门 大概率是处决了这个女人 或许很多观众看完这部《无男母亲》后 还有许多疑点没有搞清楚 首先得确认一个前提 即叶母亲的出场设定 是将人类生命安全视为最高等级 但随着叶母亲自主意识到觉醒 她逐渐意识到当前这个人类物种的极大劣势 包括毁灭于末世道德污染环境等 所以叶母亲在灭绝事件发生后 为了提升人类物种优越性 才实行了当前的完美胚胎工程 针对电影当中存在的几个疑点 可以做出如下猜测 外界的环境是否如叶母亲所说的那样具有污染性 我的答案是一开始有 但随着叶母亲领导的AI大军逐步改善地球环境之后 污染性在逐渐降低乃至消五 因为基地之外的大部分地球样貌是破败不堪寸草不生的 但随着主角外出距离的拉远 他们躲进了一片玉米地当中 甚至在远景当中我们能看到大量施工建筑正在运作 并从女人的口中得知 先前的空气是难以呼吸的 直到环境改善下来 而结尾A母亲对女人说的那段话是什么意思 首先地球发生灭绝事件后人类是完全灭亡的 而从女主角在焚化炉当中发现烧剩下的牙齿中可以确定 A母亲一直在背后孕育中其他人类 但因为基因不够完美 最终被A母亲所杀害 而且影片中也明确显示灭绝事件已经过去了13867天 也就是差不多38年的时间 而那个女人的年龄看起来 差不多也是中年左右 所以基本上可以确定女人也是完美胚胎工程的产物 但由于培养完美基因是一项复杂且随机的项目 女人乃至她口中的其他幸存者 都应该是工程的半成品甚至残缺品 然后她们被A母亲所流放到外界中 或是为了实验她们对环境的适应力 又或者单纯是为了让她们自生自灭 但没想到她们居然存活了下来 而后A母亲的自主学习也不断迭代 她可能意识到留着这样不完美的人类在地球上 对于若干年后再度改善的地球 和趋近完美的人类新物种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危险 这才派出大量机械军团去搜索追杀她们 所以最后A母亲也是找到这个可能的最后幸存者 将她清除掉 对于A母亲来说 她所做的是一种根据初始程序设定 基于利于人类物种的极致理性主义 旨在去除人类本性当中的残暴杀戮虚伪等负面天性 所以我们能看到她毫不犹豫地保护完美的女主角 以及不断想套出女人的话 来除掉其余劣质的人类 这就像灭霸想要灭绝宇宙一半的生物一样 都是为了让剩余的生物更好的生存 才会有如此极端的计划与目标 但从他们所认定的视角而言 都是一套逻辑自洽的价值观 其实关于电影当中的诸多疑点还没有一一详尽阐述 对于有自主意识到A母亲来说 她是否已经具备了人类的感性思维 才会本能保护自己的人类女儿 欢迎观众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